苏丹政府军与准军事团体爆发内战 造成超过180人死亡 让我们带你来了解 苏丹自2021年起一直由军政府统治 2019年长期执政的独裁领导人被推翻后 军方接管苏丹政权 并与文职领导人共同分配权利 夺取政权后 军方曾承诺在2023年举行选举之后 就会让苏丹回归文人统治 然而现在实质的领导人布尔汉 和他的副手达家洛 应对国家的未来产生意见分歧而闹翻了 4月16日 由布尔汉所领导的政府军 以及达家洛所领导的准军事部队 快速支援部队爆发了激烈内战 双方在平民人口稠密区交货 包括在首都卡图木 这已经造成至少180人死亡 超过1800人受伤 而且死伤人数预计还会再继续上升 人道主义组织表示 现在几乎不可能向卡图木提供援助 快速支援部队曾提议 人道停火24小时 但政府军却在4月18日星期二打破约定 随着我们看更多来自世界各地的故事